今天给大家唠唠贺奇啊 这个武将牛逼了 极限六个技能的神将 对吧你孙奔极限才五个技能 我直接六个技能 那这一点已经是一个降维打击了 作为一个四血武将 我居然能同时拥有六块腹肌 不敢想象啊 最关键的是我获得的这几个技能 还都非常有含金量 我们看一技能起咒 意思就是华丽的盔甲 对就你们普通武将 穿装备就是穿装备 而我鹤奔穿装备是可以获得技能的 我才是真正的开家勇士啊 我们看锁定计 你根据装备区里的牌的花色术 视为拥有一家技能 一种或以上马术 二种或以上英姿 三种或以上短兵四种氛围 这是老鹤起的起咒 那马术和英姿这种传统含金量的技能 咱就不多说了 T0级别的武将才能拥有的技能啊 是吧 那马神 公孙神将 大孙笨 就看见马术 看见英姿 就你们已经不用担心这个武将的发挥了 就已经非常稳定了 这个就是权威 也不要质疑 第三个技能短兵 也不简单 看着是有点小拖后腿 但其实这个短兵 配合英姿和马术还是很强的 online上面还有一个近距离无双的加强 那基本上我回合内就是一个加强的绿布 稳定杀两个目标 撒的一匹 第四个技能氛围 那这个无所谓了 就你同时拥有前三个技能的鹤笨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完美状态了 像奋威这种限定剂中的限定剂 我大鹤笨根本就不在乎 接下来咱们看陕西啊 这个技能说实话一般 没有排差啊 技能虽然叫陕西 针对的也是敌方的闪 但给人感觉就很迟钝 就你拿一张红色基本牌去拆别人牌 拆到这个所谓的闪也仅仅只是攻心 拆不到人家还能看你的牌 就收益很低 但是不影响咱这个武将啊 技能整体充裕丰满的基调 这样也行 要不然技能强度就过剩了 那过剩就代表着必摔 咱赫笨的尺度拿捏的还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技能啊 初始的版本是可以直接拆 不用弃牌 当然设计师可能是觉得这个技能 把僵围的挑衅完全覆盖了 就不如说看不看牌了 你这无损直接拆一张 这不纯耍赖吗 在当年那个环境太逆天了 所以就虚了 当然现在说话一般般 可见这几年三国扎环境的变化 之后在20年 首扎贺奇做了一个改版 奇咒的整体思路没有变 但是获得的技能变了 没有第四个技能了 三个技能分别是英姿 齐齐和旋风 那这就有一种打国战的感觉了 周瑜 灵桶 甘宁的结合体 有点物理玩杀的意味吗 首先这强度肯定是更上一层楼了 因为你挂一个状态就能获得英姿 前期的发挥是非常稳定的 就四月单英姿就很扎实了 况且咱还有二技能闪席 这个闪席 咱不跟前面活八道了 还真不错 七招红色金牌 直接可以使对方扣制 当前体力者的牌 也就是借学胜破军扣制牌的效果 那这样一来就很符合闪席 闪电战的这么一个概念 不跟你磨叽 直接把你的牌全盖了 然后再对你进行输出 就突出了东吴男儿心血旺 速度快 效率高 阳光的这么一个特点啊 OK 这是四血大白本喝笨 不是 OK 这是四血东吴大男儿喝起 及众多武将技能余生的强大男人 快马加鞭 赶在敌人戒备之前 人靠仪装 马靠鞍 我的船队 要让全进一城都看见 可真是把好刀啊 别拿走 我的装备 曾经 的 字幕